每逢在警政人士異動的時候 警察的黑暗文化 滿天飛 我兒會見縫插針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心寒 而且也覺得 很不值得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警察的名譽 比任何的職務跟職位還重要 這個參會是在112年5月26號 是台北市議會市議員 城鎮中邀約警政跟民政的首長 還有這些府會聯絡人的一個公務的參會 這個參會事前 我根本就不知道青山公黃姓主委會到場 其實我坐在那邊也如坐針灘 我跟他大概講不到十句話 第一次我遇到這個青山王公的黃姓主委 那遇到他之後要怎麼辦 當時這個市議員是有講說 青山王公是萬華每年的重要的一個 風俗的一個宗教的典禮 因為青山王公在歷年的繞境活動中 曾經有發生過這個衝突打架的事件 那所以議員也對於民政局 陳局長對於青山王公對於當年的一個繞境的相關事情的一個工作的協調 那也對警察局要求對於青山王公對主委 對於各宮廟的繞境一定要做約制不能發生有暴力的這個情形 參會的過程當中大概都在談這些事 如果說一般的婚商起庆正常的社交活動 巧遇這些特定人士 事前事刻不用報備了 不過我要跟各位媒體先生報告 這一件參加參會 我一看到這個青山王公這個黃清源 我就知道他是一個特定分子 所以我有把當天參會的整個過程跟情形 以書面報告給警政署署長來做合批 所以我要鄭重強調這個參會是議員公務的一個邀請 我事前完全不知道黃清源會在場 那我是第一次我遇到他 後來完全都沒有接觸交往 最後我個人要再做聲明 警察爆料的文化非常的令人覺得不可取